喂! 你做什麼星期一這樣的樣子? 今天肯定是星期一啦! Weeklypedia 今個星期的知識是 Blue Monday 一星期就有七日, 最黑人真那天叫做星期一 到底 Monday 為什麼要 Blue 究竟是由什麼人定義出來 又有沒有方法可以轉換心情, 讓 Monday 變成不一樣的 Blue 呢? 而在 2005 年還有個心理學家選了全年之中最 Blue 的 Monday 又會是哪一天呢? 看完片頭就立刻跟你開估 今集除了解構 Blue Monday 的歷史, 還會有由心理學家提供的方法, 教你如何抵抗 Blue Monday 2005 年心理學家 Cliff Arnold 他就將 1 月的第三個星期一定義為全年最不開心的那一天 如果以 2022 年計即是 1 月 17 日, 2023 年即是 1 月 16 日 就是最終極的 Blue Monday 啦! 你問為什麼是每年 1 月 3 個星期一呢? 心理學家就曾經展示過方程式 他就將天氣負債程度, 距離聖誕大家還有多久等等不同的因素納入了考慮 最終就得出了這一條方程式 是否立刻清晰了很多呢? 誒... 不要緊, 其實我也不明白 但主要原因離不開都是來下一輪的大家還有很長時間 快要交水得來, 天氣又不太好 所以加起來這些因素就是最終極的 Blue Monday 啦! 不過在深入探討終極 Blue Monday 之前 不如又聽聽同事們怎樣看 Blue Monday 先 我一星期裏面最期待是星期五 最開心是星期六日, 最討厭是星期一 我想一星期裏面我最討厭的日子應該就是星期一 通常星期五那天是最開心的, 因為迎接假期嘛 但你去到星期一, 你就整件事就不同了 因為你已經是否思到, 星期一你要開工 然後星期一的來到, 回到公司又會覺得很累, 為什麼我要在這裡 還有四、五天才可以放假 如果你說星期二、三、四的話, 我都還好 可能已經開始了那個工作模式 所以我覺得心情雖然可能都沒有那麼好 但是都不及星期一的焦慮 而關於Blue Monday 最早的來源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不過都是圍繞在16到19世紀 最早的說法話說在16世紀的德國 當時還在流行苦行、禁食的風造 書裡面就記載到在禁食期間 他們會用藍色的布來裝飾教堂 禁食員沒心機做事很自然 於是那些人就慢慢把禁食和禁食員的狀態 和Blue這種顏色連結起來 才有後來Blue Monday的說法 另外一個說法都是來自德國 18世紀時的德國工人經常會在周末狂歡 後來星期一經常都會沒有力氣做事 而Blue這個字在德文同時都有醉酒的意思 Blow 於是他們就形容這種處於宿醉狀態 沒心機做事的星期一叫做 Blow Monday 也就是Blue Monday 最後一個說法就是來自19世紀末 當時的美國婦女每星期通常會在星期一洗衣服 當時還經常會使用一隻配方名為Blue Wing的漂白劑 而因為集中在同一日洗衣服 令星期一非常粗勞 於是就開始用Blue Monday這個字 去形容這個粗勞疲倦的星期一 但誰出處誰說法都好 Blue Monday總之就是代表了 沒有力沒有動機工作的星期一 甚至是指不工作的星期一 好像這張展報裏面 照片雪卡工人那段字寫到明 如果你還保持Blue Monday這樣的樣子 就是一些影響 這個就等於他做廣告做了十五年 或者十七年 其實你不多不少都會有這樣的主觀感覺 我都會受到這樣的影響 而我自己會覺得 的而且最大的影響就是 就是那個星期六真的充滿 總之我很喜歡這份工作 我星期一真的要重新 就是那個momentum又要重新重新 分析完Blue Monday 我們又嘗試問一下Mills 到底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抵抗到 這種星期一的憂鬱 其實真的有的 因為我們是企業心理學 其實就很多時候說 time management 我應該哪一天裡面 或者哪一天裡面哪個時間 是應該最容易做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這樣說的 所以是有這樣的一些方法 如何解決那個momentum Mills 提供了以下幾個方案 首先就是星期五 預早安排定下星期一的工作 令你星期一工作時可以減低焦慮 可以的話最好安排少點工作 過一個light monday 還有就是星期一約下朋友 約下同事聚餐 令你對星期一有愉快的期待 而還有一個再簡單點的辦法 就是星期一打扮得好一點 心情自然就會好一點 而除了要求同事盡量做到以上幾項 Mills 還給了一個情緒狀態量表 給我們測試在未改善之前的星期一 同事滿的心理狀態 最簡單地解釋 活力那項就愈高分愈好 其他四項就愈低分愈好 我們就看看做了Mills 的建議之後 大家的心情有沒有改善到 又有沒有開心到 這裏就是這個星期一 各人所得的分數了 為了令效果更加明顯 這個星期一在訪問她們心情之前 我還安排了一場聚餐 令她們可以用更放鬆的態度 面對這個星期一 有啊 我真的好聽話 我是星期五安排 星期一有什麼行程 雖然我昨天不是很早睡 我今天也比較晚起床 好了 我已經換了睡衣 準備睡覺了 也有睡了八個小時 以前的我很喜歡 是星期一、二的星期頭 我今天沒有將星期一 然後昨晚臨睡前 那種 哎糟了 我明天要去營場 那種感覺就少了很多 我真的穿得很漂亮 我今天真的沒有人可以質疑我 我想說我回了這份工作這麼久以來 我是沒有穿過短裙上班 然後我今天特地穿了一條短裙 因為我平時都很少穿短裙 Mills強調要穿漂亮一點 然後我就很怕 怎樣為之穿漂亮一點 就是跟我平時沒有分別的話 那就是沒有漂亮了 然後我就特地 啊不是 我要穿短裙 因為我平時都不會穿 所以我就特地穿了一條短裙 怕我今天有沒有漂亮了 有 現在就是星期日晚11點半左右 然後我就打算睡覺了 今天睡足起床 化個漂亮妝 穿完漂亮衣服 然後下班是約了朋友的 哇 你做得很好做 其實都是這麼巧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些事 都在一起 所以今天心情都挺好 還有約朋友吃飯 那我是很臨時地約了朋友 今晚去吃飯的 主要是Girls Talk的 說八卦的 其實很興奮的 就是我們早上已經在群組裡 已經在說少少八卦 期待今晚再說 而最後我再請三位 在星期一晚 填多一次這個情緒狀態亮表 這個就是今個星期一 和上個星期一的比較 可以說有非常大的進步 講回一開始 就和大家講過的終極Blue Monday 當大家以為每年一月的第三個星期一 是全年最不開心的一天 但後來居然被揭發 根本就是PR公司搞鬼 想通過一些藝科學手法 去刻意營造出來的商業策略 至於提出報告 那位心理學家Cliff Arno 在接受傳媒訪問時都表示協議 其實我是沒有意圖 去加重某些日子的負面意義 Sorry Sorry 其實說到底 Blue Monday 都是一種人為定義的日子 星期一不一定要憂鬱 就好像藍色都可以是平和、療癒的顏色 藍色在很多民族的發展裏面 還是一種很特別的顏色 在動植物、大自然界中其實不常見 通常都只是觀察天空、海洋的時候才會見到 而這種海洋藍色 正正就是補抗力水凸的代表顏色 之所以用這種顏色都不是偶然 在遠古的海廠裏面 並吻含著人體所需的電解質 電解質是人體的重要元素 那為什麼當身體大量流失水分時補水都不夠 還要補電解質呢? 因為如果身體大量流失水分那時不斷飲水 就會稀釋體液 身體為了維持體液的平衡 就會壓止口渴的感覺 以及會增加排療量 令流失水分的情況更加嚴重 換言之呢 就算解了渴都不代表可以有效補水 而人體體液成分亦都跟引辱萬物的海洋相近 所以補抗力水凸的品牌標誌 都包含了象徵著海洋的波浪圖案 剛才講到怎樣才能抵抗Blue Monday 除了Mills的提議 其實都可以透過補充水分 令你進入一個身心更平衡 更容易專注的工作狀態 即是說 用補抗力水凸的藍色來對抗憂鬱的藍色 你說星期一上班回辦公室而已 不用補充那麼多水分 但在Office拼命做的時候 冷氣環境會抽乾皮膚的水分 好像你不時口乾 皮膚乾燥 其實就是要你補水的景號 喝回可以補充電解質的飲品 個人沒有那麼Dry 都有提升專注力和工作效率 而這一支Ion Water 以淺藍色作為品牌的顏色 代表輕厚味的補抗力水凸 保持電解質濃度的同時 低糖低卡比水更補水 可以給你沒有負擔感 在日常工作或者輕量運動後飲用 隨時隨地Keep Watering 這樣就可以跟Blue Monday說Bye Bye 不送啦 Bye Bye 日子應該要由自己定義 Monday不一定是Blue Blue都不一定是抑鬱 而是可以令你放鬆自在的顏色 偷我支Ion Water 希望你每個星期一 都可以由達致身體的平衡開始 找到假期和工作日之間的心境平衡 享受著輕爽的Ion Water 以最精神把握的狀態 迎接深一個星期的挑戰啦 去看看